记者邻国贤云林报道,云林县长李静永今天至农委会争取蔬菜冷链物流中心,农委会主委林聪贤承诺下月至云林召开筹备会议,并加码补助云林国际农产物流中心规划费用。 李静永指出,云林县农业产值连续三年超过700亿元,是全台最高的县市,在国土规划中,云林12万余公顷土地就有8万公顷需控管为农业使用,要云林农民兼服稳定国家粮食责任,农产物流中心的设置首选地点李当时要在云林,对云林农民一个合理的公道。 李静永强调,云林为处台湾西部中心地带,乃来北往交通便利,设置农产物流中心,可产地直接连结消费的,降低运送成本,提高输购运送效率,更可拓展外销市场,减轻国内市场压力,解决农产品产销失衡困境,为农民创造最大收益。 李静永说,云林有条件,有优势,更有急迫性设置农产物流园区,才能有效解决农产品产销失衡的问题。 农委会务必纳入云林。 林聪贤表示,7月将安排农粮署到云林召开农业物流中心筹备会议,令县府提出云林国际农产物流中心拒前瞻性, 对农业有相当大注意,农委会支持这项计划,将补助规划费用。